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冷湿了 心 湿了 炎儿 你是一直都知道我的心意的 对吧 什么意思 就是 你一直都知道 我是喜欢你的对吧 我来这才几天啊 一会儿当虫虫一会儿被表白 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近亲不能结婚的 这样生出来的宝宝会畸形的 我是义子啊 我们并非亲兄妹 你知道的呀 大义了 把这事给忘了 别忘了自己可是一名演员 就是那个 简短时间 朗中只能让我吃过过气毒药了 所以我可能 生不了宝宝了 没关系 我不介意 只要我们真心相爱 厮守一生 便是幸福 老伯 你今天真漂亮 真的吗 真的啊 真漂亮 对了 今天晚上我们去吃那个西餐厅了 刀铁人呢 靖泽 你混蛋 靖泽 够了 你自己什么样你不清楚吗 上次在冰窟窿里 你拍了八个小时的水泄 下体损伤感染 医生说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你怨我吗 靖泽 我知道不愿你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啊 那我就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你养着我 不是我建议 对不起雅儿 我不知道我的话 会让你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应 对不起 余哥哥 我刚刚还去找你 你不在 我给你做了青笋豆干 和你最喜欢的红烧梨姐 余哥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余哥哥 肯定又是那个花言 你站住 我告诉你花言 余哥哥是我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我要你现在过去跟他道歉 原来也是一个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的主啊 一口一个余哥哥 人家心里有没有你 难道你没数吗 你 要不是你从中插一脚 我和余哥哥早就在一起了 我明白爱而不得的感受 也体会过失去之爱的痛处 但请你也明白 强扭的瓜不甜 就算两人在一起了 得不到对方的心 那也不会长久的 我累了不要消息了 你 我不管是得到他的人 还是得到他的心 我一定要得到 如果我得不到 那别人也别想得到 看来成长也是一笔交易 女人 都是用自己朴素的童真 去与男人交换长大的勇气 自己何尝又不是受害者呢 我考虑多日 打算将炎儿许配给羽儿 这有什么好惊讶呢 他们俩原本就不是亲兄妹 就算这么多年 对羽儿的补偿吧 老爷 您也知道 这蕊儿一直对羽儿有意思 您怎么不成全他们俩呢 他们俩合不合适 你心里最清楚 就这么定了 不 老爷这 什么 嫁给乔羽 是的 什么 羽哥哥要娶花言 你们俩都是爹的宝贝 羽儿虽为义子 但这么多年 我一直视为亲生骨肉 言而生性善良 但过于单纯 羽儿生性沉稳 做事有条有理 你二人日后可谓互补 那个 是义父 义父分析的真是透彻 说到孩子心坎里去了 怎么还叫义父啊 爹 择日成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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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